狗 据尔雅士犬的解释 大者名犬 小而未生毫毛者为狗 所以犬、狗 同为一种动物 像最早的甲骨文的犬字 如果我们把它横过来看 就是古人所画的狗 狗是一种哺乳类的肉食动物 口吻突出 有门尺、犬尺、旧尺 其中犬尺非常锐利 可做攻击用的武器 听觉、视觉 尤其嗅觉都很敏锐 由于它生理上的特性 很久以前狗就成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据本草纲目记载 狗类甚多 其用为三 田犬、常会善猎 肺犬、短会善守 食犬、替肥公转 由于狗对人类有这么多的用处 所以在周礼、秋冠中 就设有犬人 专门掌理犬生之事 汉朝设有狗尖 又称为狗中 专门负责饲养皇帝的猎犬 唐代也设有狗法 并且列入唐书百官纸 元代更设有狗战 尽管狗与人类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 但是用狗来作为比喻时 几乎都是骂人的话 如狗腿子、狗东西、狗头军师等等 所以有的时候 用犬就比用狗字来得重听 如人类牙齿中的犬齿 可以说那是虎牙 却不能说是狗牙 就天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 也没有人称为狗子的 说到这些 所以用到犬狗两字时 要多加注意才好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